一门苗栗报道 上百位农民和声援者 集聚凯达格兰大道 就在总统府前 种下一甲子秧苗 让政府讨回 大补被摧毁的良田和农地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不只实地种 农民还在地上 画上一颗颗饱满结石的稻穗 同时也摆起祭台 要向农神大帝告一状 也把诚情书送进总统府 要告诉马总统 告诉我们的政府 农民已经活不下去了 其实前一天傍晚6点 农民团体他们就在凯刀上 以纪录片和乐团演出 表达和平抗议诉求 只是农民经过夜数凯刀 12小时后 没想到换来只有公共事务室 主任两分钟的接待 也让农民大表不满 昨天晚上府院党的 高层会议当中 总统对大补事件 非常的关心 那么他也明确的指示 吴院长要协调 地方政府妥善的处理 要考量农民的感受 那么寻求解决之道 这中间我总觉得 就差那么一点点柔性 差那么一点点 比较不够周延 虽然是极少数这二十几户 只要当时能够稍微再多点沟通 再做得更圆融 就不会引起这些纷争了 这终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农民大团结齐聚凯道 以和平理性表达他们的心声 只对比起马总统在long stay时 住宿农家 关心农村生活的情景来看 格外讽刺 三星文众报导 彰化的八卦山生态游客